今天早上永華的會員才在跟我聊說 現在他以前那時候民國五十幾年就去台北 那個Panasonic國際排工作 那他現在他說那時候Panasonic他來單身來台北工作 那時候薪水多少?750塊 他說如果政府他把那個計算的基準變成終身投保心思 那他就是現在以後算他的退休金可以拿多少 怎麼過生活就要拿750塊跟現在的四萬三千九去平加起來除以二 這樣的計算基準合理嗎? 合理 所以今天我們一定要站出來抗議這件事情 今天桃園大隊來了很多人 所以我們桃團長的背心紮到不夠發 只好讓大家穿黑色的背心穿桃園界工人的背心 所以這個事情告訴大家 老闆的事情過去是桃園增到那個1.5% 增到那個最高60個月 接下來今天 老闆的事情我們還是要維持那麼好 老公要領的900萬老公要領那麼好 這個責任就在各位桃園人身上了 我們一起加油好不好? 好 那我們一起喊個口號 土地財團 人民受害 提高工資 財會勇敢 土地財團 人民受害 提高工資 財會勇敢 財會勇敢 好 今天桃園來的人不只各位幹部 剛剛在前面 我們還來了很多官場工人 包括田府的人 今天來了一百七十幾位 藥園店的官場工人來了一百一百多位 他們為什麼願意來 因為當年他們在桃園吃過骨頭 官場之後 當年是逆把鬥爭 什麼東西都沒有 就是要靠自己拚出來 那今天 我們桃園稍微弟兄姐妹們 我們今天可以拿得稍微好一點 全能動作後能承讓 但是我們現在要繼續正動作 所以 等一下如果有機會 你們看到田府的 或是看到藥園的各種官場工人 給他打打氣 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我剛剛沒有聽到最前面 您是 桃園縣財源公司 是 是 桃園縣財源公司會勵書 你剛也是在三桂園 三桂園的那個 裡面 OK 了解 我是公民記者 好奇寶寶 你可以上網 找我的新聞 今天這個也會放上去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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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